大家好我是小佐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一条重大事件 随后对大盘和热门股票进行分析预测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为本频道赞助 那么今天特斯拉又迎来了一个利好的消息 给特斯拉交史上最大订单之后 租车巨头赫兹将再次采购Model Y 美国汽车租赁公司巨头HTZ 在去年宣布购买10万辆Model 3汽车之后 决定将特斯拉旗下的Model Y 加入其不断壮大的电动汽车队伍 去年赫兹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将其租车车队电动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购买了10万辆特斯拉的Model 3汽车 交易价值高达42亿美元 成为有史以来电动汽车领域最大的一笔交易 并锁定了特斯拉约10%的年产能 尽管围绕该协议存在一些困惑 这一消息使特斯拉的股价创下新高 特斯拉没有给赫兹提供任何优惠 该租车公司必须像其他客户一样订购电动汽车 最大的问题是时间 赫兹表示计划在2022年年底之前获得10万辆Model 3的交付 特斯拉并不确定这是否可行 但赫兹已经收到了大量交付车辆 而且特斯拉仍在指导年底之前交付新的Model 3订单 现在这家汽车租公司还将Model Y汽车加入其电动汽车车队赫兹 此前只在其网站上公布了3 但本周增加了Y电动SUV 该公司此前只明确提到Model 3是其10万辆车订单的一部分 目前还不清楚Model Y是否会成为增加10万辆电动汽车的部分之一 也不清楚它是否是Model 3以外的新订单 基于赫兹去年的沟通 后者更有可能 除了将特斯拉汽车加入租赁车队之外 赫兹还将与优步达成协议 为其司机提供使用特斯拉汽车的机会 5万辆特斯拉汽车将提供给优步司机 如果该项目成功 该公司还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 赫兹还通过TB代言的新广告 宣传其不断壮大的特斯拉车队 这条新闻比较绕 我念完之后 感觉还是比较绕 主要还是赫兹在宣传自己 同时对特斯拉也是一个 怎么说 至少是一个正面的宣传 好 一会我们对赫兹跟进一下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盘前的四大指数都是给出微涨的状态 我们先看标普 标普目前是微涨0.66% 那么今天是一根小阳线 昨天我们的担忧是说不能轻易的做空 那如果你做空也是超短线的空 对吧 那么能做多吗 很显然现在美东时段的大部分人都在睡觉呢 所以现在做肯定是赶不上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看呢 那这样的话 现在显现出多头的力度的 我觉得它有可能就是在高位稍微洗一下盘了 好吧 注意洗盘呢 后续至少应该预期一个ABC吧 那如果是一个双重顶呢 到时候再看啊 因为一天它走不了那么多根4小时的K线 对吧 所以不要急啊 不要急 咱们先看看今天会是怎样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日线 日线给人的感觉呢 是在这一带啊 这个阻力区啊 被突破之后的一个停顿 实际上目前还没有完全成功的突破啊 这个阻力区啊 那么突破上去再回落了哈 那么现在呢 还在测试的过程中 好吧 那么估计呢 近期啊 就是在这里一个洗盘啊 我觉得 那么后续会不会暴跌呢 没跌吗 这不是啊 会不会暴涨呢 也没啊 都没出现啊 所以先不要想太多啊 有时候洗盘的行情先看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图 呃 四小时图呢 下跌啊 没能延续 我们昨天说 画一个下跌的小距离线啊 很显然 它没有直勾勾的下跌 对吧 那么这条线呢 应该暂时的取消 后续呢 我们啊 有两种一期 一个呢 是呃 在啊 高位形成一个双重顶 比如这样 然后啊 在这里 再来洗盘 是吧 那一个呢 就是形成一个abc啊 其实这也双重顶 也有点像abc啊 但是呢 会更啊 更往下c啊 是吧 就避量短 避量长 还是避量短 就变成了啊 双重顶 或者是啊 这个这个abc 对吧 但是双重顶 也不一定啊 它有可能又变成无序震荡啊 也就扩散三小型啊 等等啊 一系列的形态都有可能 或者是啊 震荡下跌的一个洗盘 都是有可能 总之呢 我们现在定性 它是一个洗盘行情啊 是啊 是是有根据的哈 那么都说可以做多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做多 啊 我们啊 说这个你要是做多的话 你要提防这种abc的这种可能性 是吧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代用 所以你现在做多的话 你的止损要稍微小一点 去做多啊 它也完全有可能去啊 去再去测试一下 上方这个阻力区 对吧 啊 完全是有可能去测试一下这个阻力区的 好吧 这是今天啊 可能的两种行情 直接下来了 或者是再弹上去 稍微停顿 对吧 那么直接下来 这个大家觉得好不好 啊 这个好和坏都不好说啊 他万一下来 他不上去了 他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啊 究竟怎么样啊 我们今天啊 应该是按照这个洗盘的行情来应对的 好吧 那多头呢 应该过于悲观吧 啊 目前看来不需要那么悲观 那么空头应该乐观吧 目前看来空头没有延续性哈 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啊 空头的一个力度 嗯 那也就是说 美股 有可能不走大空头了 啊 这种概率肯定是多了 因为我们在技术上说过啊 这个多头啊 近期的一个多头波段更强一些啊 那么现在呢 是一个停顿洗盘 按照定义上来应该先看一个洗盘 对吧 拉 这是一个多头波段 然后一个停顿 一个洗盘 然后再拉升 是吧 那么如果上不去呢啊 一天看一天的好吗 啊 看不到那么远 好 今天啊 估计就是这样了啊 这个行情 这两种情形啊 那我倾向于哪一种 我倾向于双重顶啊 啊 倾向于往上测一下 但你倾向也不一定对啊 所以啊 他有没有可能演化成四小时级别的一个头肩桥顶啊 比如说啊 这边是左肩 这是头肩 这是右肩 所以说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形啊 有没有其他情形啊 有啊 比如说在这里反反复复横盘啊 这也是一种情形啊 形成了一个右肩啊 当然啊 在小的时间框架上 这种肩啊 头顶啊 这就有效性会差一些啊 所以我们还是以日线的整体的一个方向为准 当前日线还是多头的波段 稍微强一些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预期是一个洗盘行情 好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预期 那啥个呢 我们看一眼啊 也是类似啊 我不对数了 罗素呢 罗素可以做多吗 罗素反倒是有可以尝试做多一下啊 止损就放在这几个黑钱之下一点点啊 去尝试做多 这罗素 万一上不去呢 那就止损 好吧 罗素其实他的交易风险比一般的 比这个标普和纳达克要高一些啊 为啥 因为他的无需震荡太多了啊 所以说他能不能上去 吃怀疑的态度的啊 目前来说是吃怀疑态度的 道琼斯呢 道琼斯啊 也是和这个罗素有点像啊 他其实啊 跟罗素吃 我觉得差不多啊 他也是在这里无需震荡啊 好吧 好我们看一下原油 呃原油呢啊 这两日呢 都是在缓缓的上行啊 这个速度其实也不慢啊 这阳线还是比较强的 日线级别阳线 你看近期这些阳线 是不是比之前这些大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啊 说今天可以继续做多吗 按照目前这个看啊 这个图啊 感觉应该还是要做多 会胜率会高一点点啊 止损就放在今天这四小时 可以现在下方一点点 去尝试做多会好一点点啊 我觉得 这是目前看来啊 是有这个那什么啊 我们看啊 他这个位置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他呢 有啊 向上啊 接触这高点附近这个阻力区吧 突破回踩再拉升吧 对不对 那么下方啊 下一个更重要的阻力 可能在120到125之间这个位置啊 120到130啊 我觉得先看到120吧 先不要看太远啊 行吧 先先看一下啊 呃 原油呢 车咕噜化啊 就是他的呃 这个外在环境背景比较复杂啊 但是在k线上 目前是应该先啊 看多的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呃 黄金呢 我们昨天表达了他到1950一代 可能预阻的一个可能性 哎 还今天呢 就给出了这样的三根啊 阴线的感觉 那么多头应该怎么办啊 应该比如说我们画一个这个小鞋坡 我们看看 啊 这样画吧 把这些下影线啊 这样画 我们看看到呃 1935到1930一代 1935到1030之前 可不可以给出一个止跌的阳线啊 去做一个多头 行吧 那如果不给的话 有可能啊 继续无序震荡了 那黄金就是有这种特点啊 他的这个无序震荡 有时候还非常的频繁 好吧 他啊 有时候忽而给你一个波段啊 忽而给你一个无序震荡啊 所以多空双方啊 都应该降低啊 在无序震荡中的盈利的预期 那么现在呢 做空呢 你也是应该到30一代要看看能不能啊 这个止盈是吧啊 那更啊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无序震荡就是说 比较难以把握的啊 在技术分析方面啊 需要更高的技巧 但是呢啊 这个我们分析C还是图的话 不会那么容易啊 那么多头呢 应该等待啊 大概1930一代的一个止跌的一个情况 1935到1930这个位置啊 止跌的情况再看能不能做多 好 这个是黄金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重要的一些股票 我们先看AFRM 我们切换到日线就可以了啊 AFRM呢 近期呢 是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阻力位啊 是双重阻力位啊 第一个呢 是横向阻力区 看到这个位置 第二个呢 是斜向的下跌趋势线 这个阻力位 我们看到啊 昨天的K线呢 是给出长长的上影线啊 那么后续能不能突破这个位置呢 其实啊 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说呢 只需要旁边看着 是不是 看着就行了 看着他突破上去 再回财值低 才能进啊 这就是右侧交易者的一个机会 呃 那么谨慎的在左侧抄底的那些交易者们 他们应该去啊 也要同样去判断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吧 那么今天盘前他又上涨1% 有可能要上去啊 有可能要上去 好吧 你看这连着七个交易者的一个阳线是吧 但是啊 大家也不要忽略 他左侧跌的这个也阴线也很多啊 所以我们要客观的看啊 他当前处的环境背景还是偏空头的环境 那么多头想要回归呢 必须要强势的上坡啊 然后再回踩一下 再直跌 再看 好吧 AFM啊 如果没有在左侧抄到过底的话 是应该等待右侧底啊 也不应该着急 是不是 着急也没用 着急也没用哈 大家不要觉得近期就有可能是底啊 虽然这种概率在增加啊 但是你看之前这些抄底的人 左侧抄底的人是不是被套了 我们一定要长教训哈 我们去年一年说了一下 不要左侧抄底 要进行波段化处理等等一些问题 那么今年也是同样面临啊 抄底的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AMD AMD呢 并没有像苹果呀 NAFN NVDA 等等一些股票一样 还在我们所画的这个框框里啊 在进行震荡 那么后继会不会恢复到多头呢 与其啊 去猜他会不会啊 不如用眼睛去看他会不会啊 行吧 我们看一下均线组啊 均线组确实啊 站到年线附近 还是在这附近吧 那么多头呢 你要是布局的话 近期的直线止损位是在100 100 行吧 尝试做多的话 是要减仓位是在100一带啊 100一带 那么从啊 技术上来说呢 当前对于近期的下跌趋势 还没有被完全向上突破啊 所以多头要要注意风险 那么你也完全也可以 把这个止损调高到105一带 行吧 好 这个是AMD 那么万一抄底后续真的走多了呢 概率是有的啊 有的 对于美股的龙头股啊 一些知名的科技公司啊 大家说他一定会维持在上涨的一个趋势范围内吗 应该说不一定 对吧 其实啊 这个前两年啊 非常火的那些股票在2022 2021年和2022年前两个月都给出了非常深的大暴敌哈 所以大家不要啊 就是完全的相信啊 说这个龙头股就一定会走多头啊 只是个别的啊 注意 只是个别的在走 那么其他的 没有啊 其他的也都在完完全在给给出一个深度的杂盘啊 那对他来说我们近期当然要提防啊 可能的一个进一步的下跌 好吧 好 这个是这个图 那我倾向于啥 我我其实啊 在临界位置的时候 我我不能违心的说 我倾向于一定会走多哈 不能违心啊 还是要看啊 他站稳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止损还是要带好 105105到106啊 107止损位 带好 行吧 不能违心的去说一定会走多啊 有可能啊 因为他在这里反反复复震荡 我们下不去啊 那有可能再往上测一下 再往上测一下 这个160一带 对吧 但万一上不去呢 那就得止损了 这就是啊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像特斯拉一样美啊 他没有那么多业务增长点 他没有业绩成长性差啊 所以是不是啊 他就是CPUGPU装产接巨头啊 也没用 他该涨或该跌还是那样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芯片之母 芯片之母近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你看他之前的一个啊 我们把左侧关一下 他之前啊 非常陡峭的趋势是吧 那么接下来啊 给出了洗盘 我们当时说过哈 要波段化处理 那么近期给出深度的洗盘 那么后续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啊 后续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线删一下啊 后续呢 啊 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怎么说 后续呢 我是觉得啊 他呢 应该优先呢 在这里洗一下盘啊 应该在这里洗一下盘 为什么要洗一下盘呢 因为上方这个双重大顶啊 应该还会有压力啊 他也不是特斯拉啊 他也不是特斯拉啊 尽管芯片也比较短期化 但是他由于啊 也是暴涨了很多很多了 而且他不像特斯拉一样 这个又开了一家工厂啊 没有啊 所以啊 他呢 近期的消息面啊 包括技术面都不是特别利于走强势多的啊 我们啊 应该看一看这附近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好吧 我们看一下均线组 均线组还是在年线附近被压制着 看到吧 昨天这根黑线是被均线啊 年线压制着啊 压压制着 所以多头呢 应该看一看在这里的一个横盘洗盘的情形啊 那估计今天也要再继续震一震啊 先不要急啊 不要急 说你已经进了哈 那你的极限支援应该放在600一带哈 600一带 或者稍微调高一点 620630这样 对吧 稍微调高一点 如果再跌下跌跌回来的话 适当简单 我觉得啊 我签线什么呢 我签线先在这里震一震 再看啊 行吧 因为他需要去洗一下这个高位的这个阻力区 他即便是不走暴空行情啊 他要洗一下牌啊 他需要洗一下 好 这是阿斯迈尔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啊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图啊 当时我们说可能会涨 那么现在还在涨的过程中 那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呢 应该按照当前这个点位 应该往往130一带去看啊 130好吧 现在是109 还有一定的空间啊 经过了拉升洗盘再拉升呗 是不是啊 好 这个是 BRCU 迪士尼 有网友问迪士尼 迪士尼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来着 是的啊 我们不是说一次性买进啊 而是慢慢的买 那么近期迪士尼在做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迪士尼他就是在这里啊 这个这有一个下跌的东西是吧 之前呢 我们说啊 包括这个邮轮股航空股都说啊 在这个位置要适当减仓的啊 然后市场就给出了一个回落 对吧 这回落呢 就是符合我们之前的判断的 那么现在呢 它实际上在形成一个收敛的斜行啊 收敛的斜行 斜行需要被突破上去再回踩 才才能止地啊 这就是之前的双重底啊 或者说啊 可能的一个底啊 被演换成了一个新的形态啊 这个震荡下行的一个斜行 那么斜行的一个上边也 也就是下跌趋势线的一个突破 再回踩止跌 形成一个更高的低点 是我们进场的真正安全的点位 现在呢 你需要拉长更长的时间去啊 分批买 好吧 说他一定会上去买 现在没看到 行吧 注意我们之前说啊 对这种超底类的 应该拉长周期去慢慢的布局 这个是我们的策略 好 策略甚至比技术分析还要重要一点 但技术分析也能啊 帮你做很多的工作啊 特别是中线偏短线的交易者 技术分析非常的重要啊 那对于GM来说呢 近期我们需要看回落 直跌的一个情况好吧 那么近期可以适当布局吗 应该是可以尝试一下 止损可以放在39一3040吧 止损放在40一代看一下 行吧 好 我们看一下赫兹 加速一点啊 赫兹啊 租车呢 近期是沿着这个小的趋势线啊 再往上走 行吧 那么接下来遇到的阻力区 可能在2425一代 我们之前分析过啊 那么接下来可能要到28一代 最高呢 是到35一代 那最高呢 是45一代啊 所以赫兹应该是有点 有点前途 但是啊 你需要同时带好支损 支损呗 我觉得应该放在2020 20块5毛钱一代啊 20块5毛钱一代 这个支撑区 行吧 好 这个他应该也是啊 沾特斯拉的光吧 好 我们看一下理想机车 理想机车 估计今天也要继续洗盘了 应该要洗一下盘了啊 这个微星反转 微的太猛了 不得了啊 不得了 好 就这两三天啊 就给你弄上去了啊 所以不得了啊 这种走法 那么后续应该在这里 无需震荡一段时间 好 我们看一下金融股MA 我们看一下金融股 最近呢 是在无需震荡 我们之前在高位说过要减仓 说这个现在的金融领域对金融股是不是有利呢 我也不清楚啊 因为金融领域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包括美联储这次也有点难度哈 那近期对美美债的一个抛啊 主要还是美美债信用危机 主要还是美元啊 美国的信用危机导致的美元 美债 美股啊 当然啊 这个最终可能会保保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也是均衡的一个策略啊 所以需要特斯的这个需要这个美联储去均衡的去 做决策 那对于金融股来说呢 这资金到底会怎样啊 我不清楚哈 那目前来看呢 应该等待一个可能的止跌去做多 或者是到这个下跌小节坡的右侧 再止跌形成更高的地点的时候再去做多 好吧 这个是万事达 未来汽车呢 未来汽车估计也要啊 在这里稍微啊 洗一下盘了啊 洗盘的机会可能就是建仓 慢慢建仓的机会 啊 说这个paypal和这个paypal是不是也要回落啊 应该是啊 应该是在这里要洗一下盘啊 都是慢慢布局的点位 有人说啊 这中长线来不及了 怎么来不及 我们不说吗 不要急啊 一点一点的买啊 今天买一个 可能再过一个礼拜 或者再过半个月再看 要不要加一点仓 一点一点的好吗 你别一下买进去 就抄个绝对的底 没有绝对的底可以抄的 你看这些图 每次当绝对的底的时候 它都不一定是底 啊 那对于RBRX来说 可以尝试吗 理论上 他现在运动到了这个下跌趋势线 这个位置 应该等待右侧啊 那么他估计呢 要要啊 稍微横盘一下了 好吧 突破上去再横盘啊 再止跌再近 好 TDOC呢 木头姐这个呢 木头姐啊 RKK什么的 近期都在反弹啊 我们啊 还是以反弹的速度去看 接下来呢 可能啊 慢慢布局会好一点啊 好吧 应该慢慢布局 因为他有可能啊 再在这里啊 反复真的啊 近期的一个阻力位是在 是在75一代啊 75一代 好 75一代可能会给出回落了啊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呢 又利好 盘前又涨了哈 所以 那么他近期的一个阻力位 大概是在1150一代啊 1150一代 可能是近期的一个重要的阻力位 多头们一定要注意啊 但也不能轻易的就完全卖掉啊 我们要看后续K线的一个波动情况 好 这个是特斯拉 能说追进去可以吗 还没进呢 这个追进去的话 你的止损可要紧点了啊 比如950 跌破950就要减啊 那你你能应付得了吧 好吧 这个是特斯拉 特斯拉后续会怎样 可能会要再洗一下盘啊 就是到这个1200 1150这个位置啊 可能要洗一下盘 当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 又出现大力好 又砰上去了啊 这个是不是 当然到时候我们要跟进啊 好 我们就看我看一个Uber Uber近期呢 可以尝试做多啊 突破回落啊 稍微止跌 然后啊 可以尝试去做多 但我们之前表达过对他的看法啊 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图 看到吧 他特别磨叽 这个图 那么后续呢 我们看一下均线组 均线组对多头也是不利的啊 现在 好吧 有人啊 去猜啊 落到哪根K线上啊 你猜不到的 你放心好了 他他是 他想落到哪 都落到哪 非常随机的 好吧 那对他来说 多头的一个止损 可能是放在30块一代 会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今天啊 就先这样 盘后我们继续跟进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